第六章通天桥第七层 现如今罗锋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又提早融合97颗血落精的金角巨兽 兽神雕像 三幅远古土影 撕天裂地 秘法 这四者的组合 在去血落世界之前 罗锋的最大优势是磨砂族分身 就与混沌碑时空随比的组合 磨砂族分身来研究空间法则 当然快 曾经一度造成 罗锋在金之本源的感悟上 甚至有点感不上空间法则感悟 现在不同了 金角巨兽 本是宇宙金之本源的宠 透过又提早施展四天翼爪时 和宇宙本源契合提高近十倍 金角巨兽本身就算比较变态 起点就高 这提高十倍后 和空间感悟契合程度 都丝毫不弱于磨砂族分身 以此感悟契合度 修炼四天列地秘法 速度何等惊人 这秘法毕竟就是金角巨兽先辈们所创 很适合金角巨兽修炼 兽神雕像 三幅远古土影都很深奥 可就是没详细修炼过程 而四天列地却有详细修炼过程 彼此印象 金角巨兽单单研究四天列地秘法中的四天翼爪 进步速度更快地惊人 特别是得到 兽神雕像的最近数月 进步速度 罗锋自己都有些责舍 我修炼方面 最大优势是四天翼爪 战斗方面 我的真正优势 是精神念师 武武者并用 罗锋很快就梳理清楚 磨砂族分身本来就要修炼幽影秘典 那么依旧配合金角巨兽 主修幽影七绝刀中的葬身 葬身和四天翼爪 在法则运用上算是比较接近的 这才令葬身成了磨砂族分身最强一道 我和对手近身厮杀 同时操控念力兵器 之前闯通天山 就是靠这一招才能杀死二人 罗锋暗道 论近战能力 罗锋都能靠一柄战刀 硬抗住那牛头人 又能硬抗那猿人的念力兵器 只是略处下风 而使用眼神兵第五重空间切割 却直接被牛头人一府轰散 第六重自成世界才有压制对方的能耐 我的近身实力 比念力兵器方面差些 也差不了太多 最近重点钻研葬身一招 又有四天翼爪推动 进步肯定很快 罗锋笑了 自己施展眼神兵和对手厮杀的不相上下 关键时刻 自己又手持血影战刀近身厮杀 这就相当于两个打一个呀 罗锋的近战能耐多强 还真没人知道 就算是真眼王 也依旧停留在当年混沌城时 罗锋闯通天桥 用过一次刀法 那时近战实力和念力兵器一比 差很多 时光匆匆 宇宙人类族群最最顶尖的宇宙级天才们 都为即将到来的资格战而做准备 罗锋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金角巨兽分身 磨砂族分身 分别钻研四天翼爪葬身 时空随笔 九语混沌碑 九颗黑火星球演练的记忆等等 一切都相互印证 积累一些遗感点 一次性去询问老师真眼王 罗锋他进步怎么这么快 罗锋 你确认你能施展 时空随笔 这一页 讲述的这一秘法 你先施展给我瞧瞧 真眼王看着罗锋 真施展成功 也不由瞪眼 疯了 怎么进步速度比在血落世界中还快得多 真眼王为之震惊 罗锋却不敢丝毫松懈 从血落世界回来半年后 虚拟宇宙通天桥未免空间 在那美丽的岛屿中央 穿着黑色星辰袍的坚守者八分 惊讶看着凭空出现的罗锋 罗锋 你自从上次通过第六层后 这么多年一直没来吧 是的 罗锋微笑点头 闯第七层 八分笑了 嗯 罗锋点头 看起来很有信心 八分笑着指向远处 九语通天桥 现在没人 预祝你能够通过第七层 如果通过第七层 你就算真正领先博蓝了 我相信 我能成功 罗锋微微一笑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冲向远处的九语通天桥 而后沿着九语通天桥 迅速地一层层往上飞行 第七层通天桥是在无银星空中 桥面直接延伸在星空中 在这第七层通天桥的桥面尽头 正悬浮着一颗直径数公里的小型陨石 而穿着暗红色战衣的罗锋 正站在桥面上 看着前方悬浮的陨石 选出你的对手 舞者 掌控者 幻术师 选择其一 击败他即可通过第七层 嘶哑的声音从陨石中传出 掌控者 罗锋说道 啪 陨石边缘断裂一块石头 砸落在桥面上 在桥面上滚动的同时 就直接化为 一穿着蓝色战衣 踩着银色面具 脚踏暗云缩 背负着暗金色长棍的掌控者 宇宙级九阶的年轻人 好久没见到你来了 蓝衣人声音苍老 没信心 当然不会来 罗锋说道 很好 蓝衣人脚踏暗云缩 低喝道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进步 竟然这么有信心 哄 他背负着的暗金色暗金色长棍 顿时射出万千金光 一时间无数的金色小剑 朝四面八方射出 几乎瞬间周围天地就开始变化 而站在远处脚踏暗云缩的罗锋 身后的暗金色长棍 同样射出万千金光 二人同样的动作 二人两边的天地也都发生变化 哄 哄 苍茫世界唯有剑气腾绕 这就是剑之世界 蓝衣人所形成的剑之世界 和罗锋所形成的剑之世界 直接撞击在一起 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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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世界在碰撞 无数剑气自发的撞击 你的进步很惊人 不过 你的剑之世界操控 比我略差点 蓝衣人摇指罗锋 去 说 在蓝衣人身前凝聚起一缕蛋金色剑气 直接射向罗锋 剑之世界操控差点 罗锋心中却自信得很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 已经能做到形成稳定的剑之世界 之所以拖了两个月 是想要完全控制好剑之世界 即使一些二用的情况下 也能维持稳定剑之世界 之所以操控略差点 是因为罗锋 一些二用 只是部分意识 在操控眼神兵 试试看如何 那现在就全力操控眼神兵吧 如果不用近战就能获胜 也没必要近战 罗锋双眸一亮 周围整个剑之世界都是轰隆 一声 似乎强力起来 直接压迫 撞击向另外一方剑之世界 同时也摇指过去 去 一缕淡金色剑气 直接射向远处的蓝衣人 吃 吃 两缕凝聚剑之世界之力 形成的锋利无匹的剑气 直接撞击在一起 直接湮灭 离身体越远 对剑之世界之力的操控 越弱越困难 所以每次都是 在身前凝聚形成剑气 如此威力最强 吃 吃 两道淡金色剑气 再次碰撞 湮灭 蓝衣人 你输定了 尝试过两次攻击后 罗锋不再保留 冷喝一声 随机摇指远处的蓝衣人 说 一缕淡金色剑气 射向蓝衣人 没用的 你回去再修炼修炼 你和我实力相近 再修炼三年 或许能压制我 再修炼十年 才能击败我 蓝衣人又操控 一缕淡金色剑气射去 去抵挡罗锋攻击来的剑气 哼 罗锋冷漠看着蓝衣人 呼 罗锋操控的那铝弹金色剑气 竟然在半空中 直接躲避绕开 根本不挡蓝衣人的剑气攻击 避让开的同时 继续射向蓝衣人 怎么 蓝衣人脸色一变 那就拼着一起死吧 两名掌控者对决 特别是剑之世界 二人全力都才凝聚一缕剑气 就好像两个人拿着两把刀 你要砍我 我当然挥刀去挡 这就造成彼此对砍 假设某人实力强 在挡住对方的同时 击杀对方 那便算成功 而罗锋现在的行为呢 对方砍来 罗锋根本不挡 直接一刀斩向对方脖子 这是死士的行为 这叫同归于剑 说 罗锋操控的淡金色剑气 瞬间到了蓝衣人身前 剑气速度可比脚踏暗云缩 速度快多了 说 那淡金色剑气 也到了罗锋面前 二人同时遭遇危机 可是二人处理方式 完全不一样 蓝衣人面前 出现了一面盾牌 靠念力操控去挡 给我破 罗锋一手盾牌 一手血影战刀 直接力喝一声 手中血影战刀 直接引动周围空间压迫 甚至于斜着周围 剑织世界之力 这一刀充满着凶力 且快的惊人 战刀边缘 带着一抹金光 直接劈在那一缕 弹金色剑气上 哼 罗锋整个人受到反真力道 不由自主倒退数十米 体衣内气血沸腾 不过那弹金色剑气 就已经被劈散了 吃 吃 吃 而蓝衣人那边 罗锋操控的那铝金色剑气 快如闪电 盾牌移动速度 根本赶不上剑气 稍微擦过两次 第三次就直接贯穿了蓝衣人的头颅 蓝衣人尸体跌落下来 罗锋看着那蓝衣人尸体 轻声道 你有剑之世界 我也有 而且我的战刀和眼神兵相差也不大 通天桥第七层 通过 波兰 我领先了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随即直接冲天而起 超通天桥第八层飞去 感谢观看着